大家好,我是百度技术讲解人吴华 我将为大家讲解大模型驱动AIGC智能创作的新风尚 我们知道,预训练大模型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 百度模型大模型的内容生成能力,极大的促进了AIGC的发展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AIGC背后的技术原理 大家在电影或者电视剧的片头片尾中可以看到 创作电影电视剧的团队分工非常细致 有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美术师、浮华道等等 没有人能自己一个人完成全部的工作 否则那简直是天才鬼才了 现在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三位能力超纯的天才创作者 第一位就是文献恩恋3.0宙斯 它是你的天才编剧 这个模型首先能够从丰富多样的无标注数据中学习 这些数据的题材非常丰富 包括买科、小说、新闻、戏剧、诗歌等等 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融入了知识图谱 指导模型学习世界知识和语言知识 并提升了学习的效率 除此之外 模型通过持续学习 从百余种不同形式的任务中学习知识 比如说 学写栽药、写对联、做翻译、分类、阅读理解等等 通过这种通用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学习 显著提升了模型的泛化能力 使得一个模型能够做多种多样的语言理解和生成任务 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通才 比如 输入一篇论文 文献大模型就可以立刻自动的生成战样 输入一个题目 它就可以瞬间写出上百篇的作文 而且作文还可以结合语境写出不同的风格 甚至是不同的题材 比如诗歌、小说等等 同样的 文献大模型也会写剧本 事实上 有很多电视剧的剧本并不是由一位编剧全部完成的 而是由一位总编剧制定总纲 再制定每一集的大概内容 交给好几位编剧去分别写每一集的具体对话 详细故事 所以 如果你能编制一部电视剧的总纲 你就可以把每一集的要求 交给203.0宗斯大模型 一再经过合并整理 就可以成为天台大编剧了 文献203.0系统模型 在几十类的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的公开权威任务上 以及您样本和小样本学习任务上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 它还发布了业界首个开放的千亿参数中文生成API 供各行各业的开发者调用 大家可以在文献大模型官网上体验 编剧的工作完成了 知识增长的扩散模型 扩散模型 它就会变成对图像的细节进行建模 因此我们引入了混合降噪专家网络 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网络来进行建模 提升了图像生成的质量 我们在看行政影视剧的时候 经常能看到警察上墨迹者询问嫌疑人的长相 然后用铅笔画像 警察要理解墨迹者语言所表达的语意 再转换成缩描画像 现在我们的模型也就有这样的能力了 在实际应用场景下 我们只需要输入一段文字 模型就可以快速地理解这段文字手表达的含义和场景 然后根据这个理解 几十秒内就可以生成媲美人类作画水平的图像 而且可以同时生成数百张风格各异的画作 比如写实风格 意向风格 中国风 二次元等等 它甚至可以生成现实世界中没有的创造性的图画 比如穿西装的奇铁大圣 这边露串儿的熊猫 让人们天马行空的想象里得到精准的可视化呈现 它可以应用于工业设计 动漫设计 游戏制作 摄影艺术等场景 激发设计者创作灵感 以上功能都可以在文星一格AI作画平台上体验 这个平台的背后是文星恩领VOG 2.0 这个模型在权威公开数据集 MS COCO上刷新了刷塔效果 性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上的同类技术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三位天才创作者 就是在影视创作的后期需要进行的视频内容生成与编辑技术 它是你的剪辑师和动画师 我们基于大模型技术构建了涵盖视觉内容生成与编辑的全套技术方案 在视觉内容生成方面 我们的视觉生成大模型可以跟着用户提供的一档描述文本 或者一副图像自动的生成高清流畅的视频 具体来讲是在文星图扩散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实式建模 使得模型能根据文本或者图像生成新的视频 而且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生成视频片段的时长 提升视觉内容生产效果和效率 在视觉编辑方面 我们研发了VMO TCLR多任务大模型 通过对超分辨率 去造 去模糊 去压缩 等多任务的联合预训练 同时实现对多种不同情况的修复和编辑 并通过画质的提升 编较 绿化等方式增长视频的清晰度 达到全方位提升视频编辑效率和观感体验 举个例子来说 以前老电影的修复需要人工手动一帧一帧的修复 现在使用大模型Buff的提升了效率 每天单机就可修复视频28.5万帧 解决了绝大部分画面的修复问题 即便是需要进一步精修 速度也能提升三到四倍 我们看到 大模型的进步 让我们在文字 图像 视频等创作领域 全面感受到了AI技术的魅力 仿佛有一位无处不在的创意专家 能够随时提供帮助 让创作者们更好地享受 轻松 高效 快乐的创作过程 如果你掌握了以上这些内容创作功能 那么你几乎可以完成一部影片的许多重要工作 成为天才 鬼才创作者 如果再配上自己设计的虚拟人 演员 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制作人 真正的独立导演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